Hello大家好,终于迎来边缘世界第一季的大结局 曾经上一集被托米掏出的空气枪击飞的皮克特竟然还没有死 我想托米只能期待老皮克特不会醒过来 这样就可以逃脱杀人的罪责 酒吧里的皮克特小弟们开始排斥皮克特的侄子 并开始中夺起皮克特老大的地位 饱受欺辱的加斯伯把车开到了铁路的中间 在一番心理挣扎后,想把同伴从车内叫醒时 驶过的火车还是把汽车撞成了粉碎 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他的叔叔皮克特 未来警示厅里的罗比督察跟弗林提议 想联手阻止黑人女boss的计划 罗比认为用他的方式可以阻止弗林一家的危机 不过弗林妈妈的病情恶化 警察厅的系统判断 弗林的妈妈只能活23天左右 弗林听后直接下线找到了母亲 却发现母亲早就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 并鼓励弗林 未来世界的威尔夫终于见到了爱丽塔 并从爱丽塔口中得知 这里就是当年的难民营 也是他和威尔夫第一次遇见的地方 但这个草坪的下面 全都是人类的头骨 随便一挖就是一个 这样的屠杀就是盗窃集团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研究所会在每个人的耳后植入装置 就是为了压抑这段记忆 爱丽塔已经集结了一批起义军 打算用偷来的技术颠覆这个世界 而这些技术就在弗林的脑子里 未来世界的纹身女在这个时候找到了黑人女boss 告诉了她爱丽塔把偷来的数据藏在了弗林的体内 并且道谢集团想从警示厅夺回弗林 黑人女boss要采取激进的手段 虽然会让她几十年的实验成果毁于一旦 但可以让弗林一家以及整个小人都消失 永绝后患 现实世界里的弗林从透明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 国土安全局的极端分子想要毁掉他们镇郊外的核弹发射检 弗林回到家赶紧上线到未来世界 从纹身女那里知道了 这就是黑人女boss的激进手段 用核弹毁掉小镇阻止数据泄露 弗林从罗比督察那里知道了 研究所有几个未公开的机构 被称作为时间桩门户 弗林闯入机构被黑人女boss知道了 机构里的边缘人和她打了起来 但都不是她的对手 她手握时间桩的控制器 告诉黑人女boss 我知道你的真身在哪 但你却不知道我在哪 这一次的弗林变成了猎人 直接一把将时间桩捏碎 弗林瞒着哥哥让康纳上线 告诉康纳他们将面临的一切 他有一个计划 让康纳打死自己 掩盖成警示厅罗比做的 这样警示厅 借此能继续和黑人女boss合作 黑人女boss也不会用核弹毁了小镇 只是死后的弗林 意识会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 进入到未来的边缘人群体内 弗林来到河边 在生命最后的倒数中 回忆着家人 朋友 快乐美好的画面 一声枪响 罗比督察面前 弗林的意识在换身中上线 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展开的 不过这次 他从猎物换成了猎人 全剧中 四十悦 五十九失识 四标 五十九失识 五十三